為啥?咱們都是同志,都是朋友 在當前的情況下,大家能來不是我的本事 我認為這是一個信號 什麼信號呢?整個左翼運動在生化 我為我們這些朋友,這些同志能夠在一起 關鍵時期走到一起,討論一個關鍵的話題 歷史的話題,感到非常的,不說是幸福滿足吧 就是非常高興,我這種內心裏上 感謝大家,咱在一起共同看到一個歷史上的偉大演物 然後為他說幾句共同話,這是第一個話題 第二個,我講一個就是說,我為啥要舉辦這個 花了我不少心血,有時候都睡不著覺 因為這個形勢,他媽就這個形勢 資產就專政,討論一下,他不讓你順當的搞的事 你想想,想了三種方案,包括這個陶淵老司的方案 都被否了,最後實在找一個最次的方案 就大家都臭合了,就帶著吃飯了 那麼,我主要是想一個話題,就是說 紀念江青是他一百周年,應該紀念 這樣一個演物,咱們左派,如果說沒有任何人來紀念 是歷史的持有,是我們左派的持有,是毛派的持有 我說實話,我第一,壓力,一個是沒啥壓力 就是警察呀,啥呀,我都壓力不大 就是我有點傷心,我傷什麼心呢 就左派內部,咱們有相當一部分同志 對文革問題,對江青問題,到現在還認識不足 還有人呢,你想想澎湃,想想方志明,想想李大釗 想想這是老革命 一般像徐凱東川家都被撒八十多口 這個革命什麼,什麼叫革命 啊,就是警察製作請你喝個茶,嚇得要死了 我,我都感到悲哀,但是有這些同志來了以後 我就不悲哀了,就像剛才,這個裴信和這個 領導致咱們都講過了,對未來充滿信心 所以我們這個,這個第一個就是要應該紀念 第二個呢,這個紀念這個江青啊,他有現實意義 為啥現實意義,我在北京很清楚 我在左派漩渦當中 我甚至現在,國內的左右鬥爭到達一步了 我被想犯了,談過了 這無可思想所有能,所以能影響世界 是因為你,就涉及到國家重大的和官方不同的政治議題 和輿論議題,大家注意 可是現在有一幫人試圖一幫所謂的左派 把咱左派變成所謂官方的附庸 比如說習近平同時,我們對習近平說 確實我們要抱有希望,對不對 但是,你左派你有獨立的政治立場 左派是毛派,不是什麼其他的派 你現在,那你再宣傳 習近平說,文革是犯錯,毛主席犯錯了 你也跟著說,犯錯了 江青是破壞了文化大革命 這部武毒集團上,你也跟著說 改革化是正確的,你也不再批改革化 你這左派生命自殺了 你還有什麼生命啊 上面也不會招安你 你不要想著沒 你想去右朝做官 我以為不可能 因為宋朝,宋江,右朝做官有100單八將 也有大方辣的功勞,你有嗎 官內多少也想做官呢 打破頭了 還想做朝中去當了一官半職 有這種想法很愚蠢 再一個,你失去了什麼 你得到什麼 什麼也沒得到 你失去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 你背叛了人民群眾 我以為現在就是 就是我們左派這個星期而左的運動 我是指 就是鄧美群呢 那時候開始的老左派和後來 物資的新左派發起這段運動 是經過我們鬥爭 使黨內這一股不得不承認 毛主席 建國以前的偉大功勢 包括 這個文化以前的經濟建設成就 用我們鬥爭他們傳牌否定了 把中國共產黨傳否定了 把中國革命史傳否定了 你現在還鬥不鬥啊 我們現在鬥爭中心是什麼 右派和左派現在的焦點是什麼 我以為就是文革 文革當中的合金就是江青 這個防禦你又不衝破 就是個緊箍咒啊 就是跟你 這個歷史決議就是給左派帶個緊箍咒 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就是否定文革 文革發案了他們就沒合法性了 我是這樣一個心態 所以這個 所以江青這個問題呢 因為啥 他是個焦點 這你不是當事人不知道 江青是前提指揮啊 他得罪了大量的所謂的反對派 當然反對派有兩個種 一都是所謂走資派 是少數 大多數是官僚派 為了各業的利益 就是老同志 哎呀 沒均限制了 我的工資以後漲不上去了 我的服務員要減少了 他是利益 但這兩股河流 就剛才 習慧我同志講那個 就是有多種因素 就還有文化因素 民族文化成了 就是這種 這種東西啊 他們為你想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會傳黨這個一個死 死去這麼多的一個女同志啊 你會從我這麼大的力量 就阻止開個演唱會就不 不讓開 你怕什麼呢 大家深層想過 又就是下圍棋我就啥下 這要點 笛子要點我自要 這個地方 誰是重點 這右派比左派聰明 右派就看得很清楚 文革和江青是 就是右派的長江房間 而我們左派呢 就不知道 他搬著他鞏固這個房間 就毛澤東你過不過長江啊 他不讓過 國民黨不讓過 住堡壘 右派在那住著 左派那個毛派的時候 解放軍有人不饒降臨 別過江了 過江了 幹啥呀 我們現在都不錯了 你現在就是 我深深地感到一種風險 不是說右派的風險 是左派面臨一種 幽情思潮 逃降主義思潮 文革和民的失敗 實際上我終結 是 不是等於鄧好平打敗的 是左派自己出向的逃降派 江青是被 王華華峰、汪中興他們抓的 鄧好平那是被遠禁的 他想抓他沒這個本事 那現在呢 有些人是不是 越想當次去打風了呀 因為那個 剛才鄧老師講 那天我們看那個會 對我觸動非常大 胡沐英同志 是我非常尊重的一個同志 他是堅定地想去毛主席的旗子 影響了很多紅二代 要保住這個紅色江三 這是他的進步的一步 但我相信他是個好人 可是在文革問題上 江青問題上 他受官方文件和 周圍那個幾十年還形成的村子 影響比較大 所以他 就說明啥 因為我有親身經驗 你像我親自的做過 這個這個衛老的工作 就衛老那樣很進步裡 他當時就因為江青有問題 我和大家那是 他和李爾仲是一樣 是被誰 林彪和江青破壞了 後來我問他 我就說咱不談別的 我就 我說衛老你首先咱看大姐 我承認江青有缺點 有毛病 但是江青你給我畫個派 他是個左派還是個右派 他是個共產黨還是個國民黨 他是擁護毛主席還是反對毛主席 最後他沒發 他說那他不得不承認 他是個左派 他是個 那我說最後咱打這個故事 江青至少是一個 不成熟的左派 但我說我看法不是 我認為江青不但堅定 而且是比較成熟 你說他和毛主席比 周總理比他達不到那個位置 他有很多因素出生的 經歷文化 但是我們現在左派的 說做學術 我這個有點發言 我為了寫江青傳 我看了大量的江青的書 訪問了江青的很多這個 這個知情人 和包括一些其他人 越看了 越寫東西 這本書大概三十 本來是四十萬字 四十萬字 現在為了省錢吧 壓縮到三十萬字 就發現江青是 確實是一個 不是咱們抬左派 抬貌 客觀講 毛主席是近代 咱不說千古什麼樣 起碼是近代大家的 這右派的成員 他是最偉大的一個 這個人物 男人 女人是最傑出的 這誰是江青 江青的我研究結果就解论 民主革命是有傑出的 貢獻 積極革命 保握著正傳的時候 他有偉大的貢獻 所以我對他的感情 是有淺又深的 他原來也 我還不相信 你們 紅明這個年齡的 親自看過江青 我還真沒看到過 但是呢 隨著寫這個東西 所以我也是日益加深 那麼就是說 在這個機會 有將來 我希望有機會 要做個歷史資料 就是江青 我講一下 先簡單的講一下 江青這個真實的這個 江青 江青家裡他 他就不管他 別人怎麼說 他家裡是比較負擔 但是江青本人實際上 12歲就參加 因為搞參加那學潮 小孩嘛 實際上啥也不懂 剛才被開除了 十六歲 就右擋了 參加中共了 後來呢 找不到人了 他連絡也沒了 到十九歲 就跟那個 陳大俞一正生 他爸 俞薇 又再次重新介紹了右擋 十九歲 他初期很早就參加 共產黨的作業活動 就是讓他排這個戲 排那個戲 就在青島 後來是派他做地下工作者 他 他到上海去 上海 他是什麼 他是 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 同志們 你要知道在學出去的地位 在當時那個所謂演員的地位 你能不能成為 這個左翼作家聯盟的人 這是很重要的地位 江青是左翼作家聯盟成員的 他還有秘密的 我剛才說 大家說那個 像那個東西 馬逼就是保衛魯迅 江青為什麼對魯迅那麼崇拜 他有他這個 和魯迅的 看魯迅的書 接觸魯迅 他有一個了解 江青這個人 你按現在右派的角度 杰弗啊 他在上海那些事 比如說團聯盟 有的他們是完全的謠言 黄其威是 組織上安排的假夫妻 和那個誰 比如說那個 這個唐大結婚 那是真的 集體婚禮 那時候三十年代的同志們 那時候能參加集體婚禮 很新潮的 就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 在二十年代 就是曾經啊 都是進步了 年輕人想追求理想 追求進步了 不參加國民黨 就參加共產黨 共同催發這個滿清王朝 江青在年輕的時候 是進步青年 這是毫無疑問的 在上海以後 他排了很多戲 大概十幾部 他是幾集演員 都說他三集演員 實際你看那個畫報 就看當時那個 上海那個報紙燈的 都是頭版頭表 是個一流兵性 就這樣一個人在上海好好的 就初期 我認為江青就是 年輕時候是個進步青年 革命青年 考驗的時候 有一個突出標誌 一般人在城市裡面 在北京的青年 應該都知道 誰不想留在大城市生活 花紅酒粒 上沿岸 說不好聽話 毛澤西領著 要正常眼光的 說領著一包土匪 在他那三沟裡瞎轉 有啥前途啊 江青就能夠放棄 在上海的優越生活 去討伐延安 有人說他討伐毛澤西 他哪想嫁毛澤西 沒那回事 江青就是個真心實意的 覺得在上海這種革命方式 不過癮 因為他的性格決定了 他這個性情啊 從地下鬥爭啊 那套都做不來 他覺得還真刀真槍的 叫革命根據隊企 他到了鴨岸以後 他受到了一個什麼在意 毛澤西咋會見他 這有機緣 因為他是沙坎大明星 演戲要讓他演 領導有聲音看 另外江青要參加這個 壓那些學習活動啥呢 我看過一些幾本書 都同樣證實這個消息 王明 那是咱中國馬列主義 學的最好的 要從書本上 那資本論能到位游流 王明對江青的馬列水平很嚴格 大文天周總理 就是江青是很愛學習 他那個 這個 敬老太 他說過這個 敬老太講過這個 他親自跟江青談話 感到江青學識很深 就是江青 我最近發一個東西 就看他說洪勞夢 他就是洪學的專家 對洪勞夢解讀有一套 就他實際上 他對馬列主義理解也很深 所以他和毛澤西走到一起 不是偶然的 他和毛澤西的婚 因為 剛才韓亮 他沒有深說 但我個人認為 這江青一生的幸運 這江青本來是 對毛澤西的眼神 我是能夠解過婚的 咱老婆看著還是啥眼神 江青你看 就跟我們那個 就跟那個粉絲似的 你看著他看主席 接見那個什麼時候 他在旁邊的時候 他是很幸福的 反過來說主席對江青怎麼樣 我在蘇聯引量找了不少資料 你看咱們兩口子 咱們誰給老婆改字 讓你看啥書 怎麼樣做事 毛澤西前前後給江青寫了不少信 全都是幫助他提高他的理論水平 讓他關注什麼什麼事兒 毛澤西對江青的培養 可以說有來於有 我看到他見過以後 都大量的蜂蜜 那麼 就說主席對江青 不是像外邊說的 他倆是不滿 他來也爭吵 但是江青總體來說 就比如說江青要主席 點營養 多吃點青菜 是你什麼多吃一樣的 我呢本來是這個 邱什格老師的粉絲 粉絲 來拜訪這個邱什格老師 結果呢 與這次會議啊 不期而遇 來到這兒以後呢 我很很榮幸參加這個會議 認識了這麼多老前輩 我過去啊一直 也認識了咱們 國母江青統治這個 封公尾季 我原來有三個認識 我給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沒有毛澤東思想 就沒有新中國 就沒有人民的一切 這個呢我過去寫過很多文章 在那個烏有之鄉啊 什麼紅旗 還有那個紅歌會 啊對對對 都發表過 也得到了很多網友的認可 第二個就是毛主席啊 在這個毛澤東思想成熟時期 這個是江青 這個弦內祝在身邊 在毛澤東思想這個 這個宣談時期呢 普及時期也是毛 那個江青是起手 江青同志是起手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江青同志 跟這個毛澤東思想是緊密相連的 第三個呢 呃我現在 呃來的時候本來想 我想構建一個這個 幸福航母 就是 這是一個毛澤東思想 信仰化的一個平台 我本來有些問題要請教這個邱石賀老師 結果今天 這麼多 像龔仙台教授啊 什麼的 這麼多老師 一發言 我這個答案就有了 要向江青同志學習 建立一個毛澤東思想 信仰化的生活化的平台 因為過去這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這個文化與生活 特別是音樂與生活的結合 那是全世界人類這個音樂史上是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 把這個 像天主教在中國這幾年發展的這麼快 他也是跟 生老病死啊 什麼 人從出生 結婚 生孩子 他都結合起來 所以把毛澤東思想 信仰和這個人民的生活都結合起來 和經濟制度結合起來 呃 我覺得應該這樣才能真正的實現毛澤東思想信仰化 只有毛澤東思想信仰化 才能救中國 才能救中華民族 好謝謝大家 呃 我那個 今天很榮幸 這個 來參加這個 呃 共產主義的這個革命的戰士吧 呃 江青同志這個百年這個淡蟬的紀念活動 呃 剛才呢 聽了那個大家 各位都談了很多這個江青同志這個詩記 呃 都非常好 我在這方面呢 我也 一個是了解的不多 再一個呢 也不再重複 呃 我認爲什麼呢 就是說 江青同志 他是這個 毛澤東思想的 堅定的 捍衛者 所以 所以說呢 我們這個 呃 有必要什麼呢 就是了解一下 呃 以後 就是說 怎麼我們怎麼去 捍衛毛澤東思想 怎麼實現這些革命先烈的這個 呃 在這個 呃 首先了解這個毛澤東思想的 他這個來源和根基 這個肯定是一定 這是沒有問題了 它就是來源於 馬克思列明主義 來源於這個 呃 共產主義 這個思想 那麼這個 共產主義 這個思想 就是 就是毛澤東領導這個共產黨 在中國 呃 打起來這個社會主義這個 建設這個基礎 哎呀 已經把這個資本家 地主 這個財產 摸收這個公共財產 這是一個什麼 呃 就是說什麼樣的這個革命 革命行動呢 它實際就是一種共產主義這個革命的行動 所以就是說什麼呢 在中國已經實現了共產主義這個大部分的這個 呃 這個這個 事情 什麼叫共產主義呢 我想在這說一下我的這個認識 共產黨 共產主義 這個關鍵是什麼呢 在於這個共產這兩個字 後面都是這個都是都有的這個概念 那麼什麼叫這個共產呢 共產就是把這個私有財產 轉變為社會的公共財產 個人私有財產 這叫共產 那麼什麼叫共產主義呢 我認為啊 這我都是談個人想法 個人的這個觀點 就是什麼呢 就是要把這個私有財產 轉變為公共財產呢 什麼呢 這個理論根據 這叫共產主義 證明它的這個什麼呢 證明這麼做 可以這個促進人類社會呢 高速健康的發展 這麼一種理論 它叫共產主義 但是呢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 毛澤東 在中國 就實現了這個主義的 這麼一個一種 你看把這個私有財產 轉變為公共財 社會公共財產 這已經就在實現 實現共產主義 那麼什麼叫這個共產主義社會呢 對於共產主義社會 有很多這個特徵 一般在座的 肯定這都是 都比較了解 其中就是什麼呢 就是物質 極大豐富 人的思想 道德水平呢 非常的高尚 沒有這個商品貨幣交易 這麼一種這個社會制度 當然就是說 這種社會制度 就是說公有制 共產主義社會 它就是公有制 那麼這個公有制 這個共產主義這個思想 它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強大的這個思想武器 只有掌握這個武器 才能站上這個資本主義 才能使這個社會主義 在我們國家呢 重新回歸 那麼對共產主義理論 這個的認識 我想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呢 很多老同志 一些工人 老同志在一起 我感到講的 很理性 也很有感情 理論性很強 實際上呢 我感到在中午吃飯的時候呢 我們那桌上 已經有些 很有學術味的討論問題 是吧 不是那種 講的空話啊 那些很具體的 我呢 只想談點感想 談點感想 那個 我的母親呢 和將近是同年的人 那麼我們當時 在文化革命 因為我將近大概 六四年六五年 就開始上報了 是吧 有些活動上報了 那真正對他 結束比較多了 是因為當時 我們在學校 紅衛兵這一代 那麼我現在 相信這個老陳 現在心裡還有 當時他 同志們 同學們 紅衛兵小 這樣的那個槍 你心裡還會有的 對吧 像你接觸過 他講話 後來有點燦音 特別是 那個大會上講話 這個這種感情 我感到我們這代人 跟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的 另一代的 這個革命知識分子 跟他們的歷史 我們還是能溝通的 對吧 對他們的這個革命的形象 和他們一些 大家有真人的東西 我們是能夠理解的 所以我 我今天講的這個 因為有講 大家也講的一些劇情事 我也談到我 我自己一些 一些回憶的東西 今天上午的這個 老映呢 談到那個 秋衛兵的回憶錄 是吧 秋衛兵的回憶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每個人都看過 我注意了 因為秋衛兵的回憶錄呢 我是 他們在整理 他家裡人在整理的時候 我是看了手稿 他自己 老同志真不容易 自己寫 這樣搞 集稿 集稿下來有這樣搞 因為都是手疼嘛 他也不會用電腦 後來他兒子呢 就把他整理成那個 打出來了 打印稿 打印稿他就請看 請看他 他主要要我看的是個啥 他說他父親講了很多話 牽涉這個重大的問題 他是不是講錯了 要講錯了的話 拿出來就不好 這些話呢 實際上是啥呢 對毛主席的評價 對社會主義的評價 對文化革命的評價 對 這個 林彪 這個軍人這個集團 跟四方 是吧 這個 這個鬥爭的評價 這些問題 我呢 當時把 他裡面所有的話 我都摘下來 摘下來 有篇文章上了網的 就是 讀 邱惠作回憶錄 用著我的真名寫的 幾萬字 裡面把 所有他講的那些話 我都一樣樣講下來 我感到 在老同志裡面 特別是文化革命 受到衝擊 犯了錯誤 邱惠作文 他算犯了錯誤嘛 是吧 只是路線中間犯了錯誤 他能夠談到那個高度 就像你剛才講的那個一樣 他 來回 因為他老先生寫東西啊 顛三島是前面也後面也有 他沒有連很系統 多次看到 就是他們跟江青 他們那個矛盾 就是在那個 那個九 九屆中央裡面這個矛盾 實際上九代以後這個矛盾就慢慢就有了 是吧 他認為那個 僅僅是路線分歧 對中央 當後來像這個樣子來處理 私人幫這個樣子 他是 表示否定的 否定 畢業也說了這個話 你注意到那個 邱惠作講那個話沒有 就是 把 九大政治局的 政治局委員 大部分 集中在一起進行批判 因為兩岸實際上呢 是九大的政治局委員都受批判了 對吧 都受審判了 那麼實際上 毛主席是沒走到前台來審判 就是審毛主席 並且他也講了 批他們 就是批九大路線 就是批毛主席 我想這一點來講的話 作為邱惠作 他是一個犯了錯誤的 犯了錯誤的一個老同志 他能夠認識到這個 我感到是不容易的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呢 今天大家在這兒 這個作為左翼的朋友 這個 這個 作談 紀念江青 實際上呢 這個 這個自由派 右翼這個 走得還比較早 比這個做得早 做得早 我沒看 這個 那天我到書店去 就是今天你好像談到 是誰談的 那個楊一怒 寫了一本江青的 是你說的 是吧 內容我沒看 但是呢 這個楊一怒呢 是江青後期的秘書了 是吧 他前期的一個秘書呢 就是 袁昌桂 就是 春季前跟我講 那個楊一怒那個 這個寫的不好 寫的不好 寫的不好 就是說他談的都是 很多的一些生活啊 其實他看不出什麼來 你當時你要能 認為江青有什麼 政上問題 不可能的事 對不對 不可能的事 他就講了半天 那麼這人本錢 作為秘書 楊一怒我也見過 他現在還算是 中辦的幹部啊 還算是中辦上的幹部 這個 只能講一些 生活上啊 你的態度 工作作風那些 結果 前不久 就前幾天 那個 袁昌桂 他的第一年的秘書嘛 就是 六七年那一年的秘書 他 把他去新聞發給我 發給我呢 也是批評 批判江青的 批判江青 他肯定是也是趁到這個 這個時間來寫 他要發表出來 給我看 我想他講了半天 他沒有講生活 他就講個工作作風 工作作風呢 就舉了一個例子 大家要看過那個 歐陽海之歌的那個作者 金金麥寫的好大的月亮 好大月亮他就寫文化革命這一段 後來他怎麼到秦城監獄去 後來出來以後這一段 他用了他裡面那一段 就是 江青批評他 你歐陽海之歌要做 做點什麼修改 什麼地方要改 很生氣 你怎麼不改 怎麼這樣頑固啊 但是 當時陶柱和陳毅呢 支持了他 你不要改 不要改 那就是一個 實際上 嚴格來講 你就是個學術討論 是不是 這個文藝創作學術討論 江青提出他的看法 你那樣做的話 你可能有損形象 有些人譬如他就講了 不要講他那個 歐陽海的歌歌 是當過國民黨的兵 就抓了撞丁 其實也沒當兵 也沒抓走 就像這樣 講了些這種 這種業 我感到也不是什麼 太原則的問題 是吧 就是討論 結果我感到就是像 嚴唱貴作為他的秘書 因為他們兩個現在都是自由派的 像北京自由派的這些 他們都要參加的 講的東西 就是你是江青的秘書 結果寫出來的東西 你並沒有反映到 這樣一個人真實 當然了 嚴唱貴他這些年 好在 譬如說 江青跟總理的關係 江青跟主席的關係 他還是比較客觀的寫了 你當時你要能看出來 江青跟總理有什麼 不得了的分歧矛盾 甚至江青要整總理 還可能嗎 他就是66年到67年當秘書 總理跟江青的關係 在這一段上講了 還是比較客觀的 包括跟主席的關係 他寫的還是比較客觀的 因為這個 這個 王允興和那個那個 齊文允罵了他 所以你怎麼寫的東西都 都罵毛主席那些 是吧 我講了剛才這兩個例子 就是現在實際上呢 對江青這個問題 大家並沒有平靜 特別靠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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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面想講幾個 講幾個 就是我自己記憶中的東西 一個像68年 68年呢 當時我是六七年該畢業 但是六七年畢業 到68年才離開學校 我們學校呢 離那個 九江比較近 我記得有個江西的同志 江西的同志 是吧 我們呢就快畢業了 就跑到那個 廬山去實習 那有個水電站 我們在那個地方有一個基地 去實習 實習 大家去廬山那個時候 像我們去廬山 有個很重要的事要辦 我不知道 當時大家去廬山的人 有沒有想像 就是找仙人洞在什麼地方 就照到了一個照片 照到了一個照片 照了一個照片 想看看那個照片 是在什麼角度拍的 為什麼要在這拍 怎麼取景 另外毛主席為什麼要提 是吧 提那個絲 到那去以後呢 仙人洞那個地方 實際上你們看那個照片上 山頂上有個小亭子 這樣的東西 我們原來以為那個就是仙人洞 其實仙人洞 它下面的一個山洞 我到那個地方去 那個叫玉杯亭 叫玉杯亭 玉杯亭啊 它上面有一個那個飛機 碑機我看了好多年了嘛 六八年以後 我記不住了 但是裡面有一句話 它是講了一個什麼事兒的 就是朱元璋跟那個陳又亮 在波陽湖那打仗 打了以後後來上山 上山以後就碰見一個 一個和尚 這個風和尚 我講的不對 你江西的同志 你也要幫我揪著 揪著 我的印象比較深 那個風和尚就跟朱元璋講 你打破了一個桶 你又沽了一個桶 沽了一個桶 又打破一個桶 就是顛山倒是老講這個話 那個朱元璋就 聽不懂 風和尚嘛 就沒理 到了後來 朱元璋把那個江山打下來以後 想起來他有個話 那個和尚是有意的 有意的 他就再回到山上去找不到了 當時我看到那一首那個碑機 我有個聯想 有個聯想 我感到毛主席做的也就是這樣一個事 你所謂沽一個桶 就是江山 你奪了一個江山 你沽了一個桶 形成了新的國家 但是你又 又把那個桶又打了 又打掉了 他對自己 建立的這個體制 這樣一個國家 這個黨 他又滿意 又不滿意 最完美 他有他自己的一個理想 是不是 當時我有這樣一個想法 正好那個時候 我記得就是68年 68年那個7月份的時候呢 那個 《鋼琴半唱紅燈記》 剛剛出來 因為他有些 有些那個作品 不光把打要滿戲啊 後來是後來文革當中推出來的 這在廬山一字放 走到哪兒都聽見 是吧 當時我就有一種感覺 就是江青 是吧 還有這個文革 和這個講的這個道理 我們是 孤一個桶 又打一個桶 這個道理 實際上聯繫在一起了 就是對文革 對主席 對江青 這個印象是很深 但是這個裡面呢 也涉及剛才一派已經講到 我想今天我們學術性比較強 我就談談我自己 一個思路過程 是吧 這個講錯了 不同意見可以 可以這個爭論 可以批評 那麼最先我們對江青 不是太了解的 不太了解 那麼我在66年的時候 有個印象很深的事兒 就是66年7月20幾號 那個李老師 當時在北京 應該印象很深 7月20幾號 剛剛那個開始 要撤郭國隊發動的時候 江青到北大 北大那個也是 兩萬多人的那個大會上 江青講 22號 23號 是吧 就在那個時候 他就講 他說 這個 現在之前年級專政 他們專政 專到毛主席家裡來了 說你們很多事兒 你們不知道 就講了 講了那個 那個邵華那些事兒 是吧 邵華因為也是北大出來的 講這個事兒 這個江青就哭了 就很激動 就哭了 哭了以後 當時 所以我們學生 我是後來聽北大的學生 因為當時的講話 有些後來有傳單 又發出來了 看以後來 我有這樣的印象 我就感到 因為原來我們對主席的夫人 特別是 這個 文革小組組長 感到 肯定是對一個政治家的要求 要求他 那我就感到 哎呀太衝動了 就感到這樣了 是不是 這樣講特別講主席家裡的事兒 這個有損主席的形象了一些 有些看法 但是僅僅是一個方法問題 到了後來 因為後來這種事兒多了 我講了66年的事兒 那麼到70年 1970年的時候 70年呢我當時在駐隊 在他們荷蘭駐隊 就是我們當時 七年你也在公聖嘛 對吧70年 坐隊的時候呢 我擦完秧 那秧子漲起來 沒事兒 我請了假 我就到南方去 那一年 兩個事兒給我印象很深 一個呢我到了 到四川 四川因為那個 六八年 六九年 武都很厲害 我一個伯父 是一個結帽的右派 他就因為談那個文革 他就跟我講 你要記住一個事兒 他說將來有人 會理麻將心的 理麻是四川人講的一段話 要收拾他 是吧 我說為什麼要收拾他呢 他說那個 他講那個文工武衛 他說有 有後果 那麼四川那些武都來講的話呢 跟他講那個話有關係 啊 兩派群眾都利用了這個話 這個印象很深講那個 後來一個印象更深的 就是我呢 就第一次到 到湖南 我的那個 我母親家是 是湖南的 是長沙的 長沙呢 我到湖南 文化革命前期 我都沒有到韶山去 那次去韶山 回到長沙呢 我就去看我母親的舅舅 我母親的舅舅 是當年跟主席搞那個 湖南自修大學 那個 新民學會的 我就聽他要他講的 過去的事兒 他講了很多事兒 以後呢 老人他就說一句話 他說這個 運資呢 什麼都好 有個事兒呢 沒辦好 我說什麼事沒辦好 他說這個 唐克 沒找好 唐克 你應該知道啊 南方話嘛 唐克老婆嘛 唐克 唐克沒找好 他講這個話的時候 那當時我是很認能想的 因為實際上到70年左右的時候啊 在那個老人裡面 幹部裡面已經開始有一些言論 就是對江青有看法的 有看法就挑他毛病 說他這樣那樣 但是在那個時候 我自己的感覺 我感覺也就是他們老人 可能有些傳統觀點 因為他是那一代的人 你算什麼 你那樣年輕 是吧 我看過的是老一輩的那個 那麼這裡面也有牽涉什麼呢 牽涉對 所以我講這個話呢 是對老一代可能不尊重 一論幾個夫人 是吧 一論幾個夫人 那麼我實際上冷靜的來想 這個 霍子森如果在 他可不可能是作為中央文革的組長呢 能起這個作用呢 可能起不到 可能起不到 因為每個人的這個教養氣質是不太一樣的 是不是 楊開會可能也起不到 楊開會是屬於那個 胡鄉文化的那個蘇鄉子弟出來的 盡管他是革命的知識分子 他跟江青的經歷 個人的那個那個氣質 是不一樣的 當然這點呢 江青的有一些 剛才我講的有些毛病呢 可能楊開會就沒有 就是有些話講的衝 這個東西我就想起用一句話來講 毛主席表揚這個鄧小平 勉力長爭 我 我又這個感覺 因為實際上那些年 人家議論我們也聽也想 我感覺江青呢 他還是勉力長爭好一點 是吧 呂同志勉力長爭好一點 結果他往往真的在前面的 在前面的 這個東西 剛才大家也談到 李老師 包括我們吃飯也談到 談到了我感到 對江青的一些大家有機的東西 我感到我們是理解的 就是 我們那個時候年輕呢 文化革命到中期的時候也才三十幾歲 就是 我到五十幾歲 六十幾歲 你對呂同志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採匣不採匣走了 我可以隨便講了 呂同志有呂同志一些毛病的 有些毛病的 這個有些東西的話呢 特別到了五十歲六十歲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有 有些 所以說江青有些東西 他心態上 言語上有些東西 我感到我們可以理解 你不 就是別人不理解的東西 你應該能夠理解 像這東西 這個呢 到了七五年七六年 這個就比較突出了 七五年七六年的時候 那個 政哲謠言比較多 對吧 政哲謠言比較多 七五年上派已經 欸 政哲謠言比較多 那個時候我在 我在荷蘭 荷蘭呢 那個時候照我們派來 大致有兩派 一派溫厚一些 一派激進一些 對不對 有一點分辨 那麼這些謠言 傳到荷蘭以後 大家 大家也要議論 我記得有個很 很突出的一個事兒 你們荷蘭嘛 有兩個兄弟 呃 弟弟是趙文派 趙文派 畢竟現在還很急 在你們那兒 哥哥呢 在新華盛 哥哥是保守的 對不對 欸 這個哥哥的女兒 在北京上學的 就跑到鄭州去 傳北京的小道消息 有些東西就是 主要是江青的小道消息 當時也就是 那個威克特講話呀 那些東西 傳那些 傳了以後呢 我愛人是屬於 趙文派 他是屬於溫和的趙文派 結果呢 他一看見他去了 就不講了 因為那些話講了以後 還是怕傳出去的 但是我愛人後來 在他家裡講的 剛才就講過聽 我說這個事情 我現在不是去追究他這個 是謠言不謠言 我說作為我們 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你得有個基本估計 我說首先 我們這個共產黨 這個國家 不是封建王朝 特別是毛主席搞文化革命 不是那個烽火系諸侯啊 他們那個謠言變成了一個 什麼樣子呢 好像毛主席是為了迎合江青的這個需要 把文化革命搞成這個樣子了 我說這絕對不是啊 那就很庸俗的 所以我想呢 這個後來他們能夠 在那個76年一下 翻過來一下 把材料拋出來 把四人幫強行的那樣 那樣高壓下去啊 這個裡面 他利用了一個啥 利用了就是我們老百姓 有很多政治觀念 我感到的 不是那個現代政治 不是馬列主義的 有很多問題的看法 還是用到那種封建社會的那種文化 因為很多東西大家的那個印象 都是看舊戲聽說書 從哪兒來的 對中國封建社會的那個歷史 然後把那個歷史東西呢 印套 套到我們現在的這個政治 共產黨的這個運作上面去 共產黨的這個運作 怎麼會那樣簡單呢 所以 但是那個時候呢 我是有一種憂鬱 因為他荷蘭的狀態 有寂靜一點 有溫和一點的 我說這毛主席 我說這話反動 我說這毛主席真是不怕死了以後 洪水滔天呢 因為當時 毛主席批頓的時候 實際上已經看到下面 他反過來的時候 那不得了的 是吧 那個潮流 他是要你的命的 不是簡單的 就是這個路線鬥爭 這樣拉鋸一下 是不是 我講這些呢 就是談談我個人 在這個 這些年當中 有幾個關鍵的時候 跟江青有關的那些東西 我有一個希望提出來 因為今天呢 我們不是來簡單這個 宣洩感情那樣子 嗯 確實 就剛才有些年輕的同志講的 包括我自己 他們講的那些東西 哪些東西 你要跟他搏的 這是條理 不是感情 是條理的 今天你印的那個很好 就是那個 中央關於開署聖邦 那個決定 就是 實際 山東前後的那個東西 我講 哎 對對 那個呢 我當時看了以後呢 對對 看了以後呢 我就沒大回事兒 把丟到一邊就感到 根本不值得一搏 因為在那個毛主席去世以前 我們已經估計到 毛主席去世以後 因為已經下了病危通知嘛 下了幾次 去世以後 人家要翻過來 翻什麼來 翻你張春橋是什麼問題 講你什麼問題 那些問題 以前都講過的 又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 當時沒大回事兒 但是今天我一看那個 我感到是很好搏倒的 是吧 很好搏倒 就按現在大家的那個水平 是很好搏倒的 條理 根本就不成立 不成立嘛 不成立的 並且他 不管在政治上 在那個這個 黨的組織原則上 都不成立的這樣一個東西 都不成立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有這樣的希望 因為有一些同志 已經比較細緻的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就是這一塊的 我是沒有做 我希望這些同志呢 能夠看通過什麼方式 把你研究的成果 能夠推出來 這裡面可能很主要的就是這個 這個會議的發行人 你了 我是聽說你 你不是寫的有嗎 我都沒看過你那個稿子 你如果全稿 你沒辦法都拿出來 你要很正規印書 你的導演 你可以拿出來 拿出來因為 以前沒有注意這個的同志 還有年輕同志的話呢 他可以有所起敵 好 就講這些 借這個機會呢 我說一點自己的看法 有些或許 對你們的這個寫作什麼呢 會有一點參考的價值 首先呢 因為談到江青同志一百週年誕辰 這有幾個聯想 一百週年誕辰 和我們中國百年來強國追夢 這個旅程 強國的規矩 這個什麼 一百年來 中國婦女解放運動 這是和什麼關係 和文化大革命 是什麼關係 文化大革命時候的這個定性啊 現在很多人呢 了解的很狹隘 或者什麼了 文化大革命呢 就認為目標就是 劉少奇 鄧小平 資產界的司令部 事實上 遠遠不那麼簡單 我認為文化大革命 應該從文化的層面上來搞 毛主席真正是高瞻原祖 從鴉片戰爭一降 看到中國文化這種腐朽 落後 需要徹底改造 以後經過歷史 國外洋務運動啊 為體為用啊 等等的爭論 一直到五四運動 一直到五四運動 一直如果說 呃 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 要上一出水花的話 那麼就是 不少就是有識之士 都想對中國的文化 進行改造 毛主席又是中國文化 改造了龐大設想 他想說了 比文化大革命一功 啊 我認為主席想 改造中國文化 在這段時間 因為一個劉少奇 一個鄧小平 這兩個人 那 並不說 毛主席非得說 親自走下去 才能把他們 打掉 說說毛主席 探狼窮 我認為他們那個 在毛主席的巨大威望 面前 他是不堪一擊的 本身 我認為是 改造我們這個民族 因為我們民族文化 有些可能講呢 如果是說 有點過分的話 大家可以批評啊 我們是存在一些略根性的 略根性的 這個 2002年的時間呢 我負責搞了一個活動 就是請了五百位 美國的這個 老將軍的什麼 廢戶隊啊什麼的 這些美國的知名人士 知名的華僑 包括百人會的 幾家聯合吧 幾家聯合 由政協牽頭 來進行實際上就叫 一次 中美之間文化對話 文化對話 第三次 非約託風 在那個時間呢 大夥都說了 要很好的 中間呢 在談話時間 又談到文革 談到文革的問題 中美文化對話 中國文化的缺陷 我們好多 就是說呢 你像毛主席搞革命 毛主席一生做了兩件大事 一個是把蔣介石什麼 改到巡海島上去了 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是文化大革命 這兩件事一個是成功了 偉大的成功 輝煌的勝利 一個是失敗了 失敗了 悲良的失敗 悲良的失敗 那麼 兩個 主要是那個什麼呢 我們 我提一個意見 可能大家想一想啊 就是說 文化大革命 面對的 毛主席面對的敵人 不僅僅是一個 資產級司令部 他還面對的是 五千年 巨大傳統慣例的 中國傳統文化的 這個俯秀文化開戰呢 這不得了 他不是 他不是和光對戰 光那幾個人不行 這就欠到中國人的 文化屬性問題了 文化屬性問題了 你看毛主席 打第一個大勝仗 蔣介石趕到海島上 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包括那個抗美援朝 一號是誰啊 老幹部 老幹部 老幹部說了 出生入死 打江山 幫著毛主席 在最困難的時候 都堅持不了 你看我們看很多 不管是紅顏 那邊寫的地下工作者啊 或者是紅日那邊 那個戰鬥場面啊 不管是八女投江啊 楊敬宇啊 等等這些 都是很可歌可泣的 這是毛主席 依靠這些人 打下了江山 打下江山 完成了第一個任務 但是 成一銷河 敗一銷河 毛主席的共和大革命 敗在誰手裡了 說說 還是這批老幹部 這批老幹部說說 因為什麼 他們深受中國傳統 或者影響 影響 剛才 這海量同事 講的 我非常贊成 講說 就 打碎一個桶 又鼓起來一個桶 這個問題 實際上毛主席講那個 周區綠的問題 在西北坡的時間 李自成進京了 又提到這個問題了 就說呢 幾千年的我們農民起義 推翻了王朝 建立了新王朝 然後呢 武士而然 實際不到武士 有很多了第二代的都很腐敗了 我們怎麼解決 毛主席高山人都早都看到了 早都看到了 所以說了 進城之後 八級公司制啊 是不是啊 平均弦啊 是都發生很多的這個問題 第一個 第一波 第一個波斯才說呢 很多老幹部 進城之後幾乎是集體性的 很大逼的 換老婆 家裡說了 原配夫人 原配夫人 就就就就跟不上形勢了 在這種情況下 主席上 考了功勞大 也也沒辦法 已經成為事實了 就形成了 中國一個特殊現象 叫什麼 離婚不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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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了婚了之後呢 農村的老太太 還在他們家住 還在他們家住 這我知道這個 我身邊 我岳父也是這樣 他就河北了 河北了 三十年 大學畢業之後奔赴延安 家裡比較富啊 地主 去年有老婆 到延安之後 後來又到禁忌奴役什麼了 這後來又少了 十字了又什麼了 這個老太太呢 就一直在他們家守著 非常那個典型的東方這個女性 我們這種情況很多 很多 這實際上 毛主席就是在和這種傳統在作戰 在傳統作戰 但是在這裡邊呢 就是開始堅決支持毛主席一批人呢 在出擊到自身利益的情況下 小出擊可以接受 出擊到身邊人甚至還可以接受 一旦說了 發現你從根本上改變的東西 那還了得 那說了 只是集體的反擊 在這種情況下 我認為 主席是有幾個堅定的支持在老一輩裡邊 我不管別人怎麼看 我認為第一個 林彪 這堅決支持了 總理是堅決支持的 有好多現在 對林彪的說法 那也很多 對總理說法很 老滑頭啊 活西尼啊 這個總統之道啊 他不一樣辦能行嗎 因為革命它不光是理想主義者 不光是理想主義者 你想 你像 局勢大家是大有比擬的 這個過程 我想不會短了 很漫長 就要考慮到我們民族性 以前不了解 小 好那時間 老是這個文革前 動不動下去求書啊 看到農民搞運動呢 在那之前 四清的都很晚了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啊 什麼的一系列的 大夥就想了 主席也真是有辦法 把農民折騰的天天 這事兒到時候又唱詩歌 又幹什麼了 寫詩歌 好 等慢慢的之後 誤會了一些道理了 中國農民啊 毛主席啊 他就本身是個農民出身 他深暗中國農民 這個文化屬性 文化屬性 一句話 一方面是強行的 不光掃盲運動啊 社會主義教育啊 協力風啊 等等這些東西啊 這個唱詩歌啊 就說了 來提高農民的數字 在這個過程中 更重要的是說了 在高速的運轉之下 使中國的一盤散沙 能形成成團力結構 向心力 向心力 在這邊鄧小平知道 他破解毛主席了 鄧小平 把中國變成這樣 首先 他把毛主席變成了 全中國的團力結構 團力結構 重新變成散沙一盤 包括國企改革 大量的說了 工人階級 足體地位 上市變成弱勢群體 農民現在變成農民工 變成農民工 都沒有組織面對 都沒有群體 都是個人 面對國家機器 散沙一盤 好統治 好統治 這是這是一個 那麼第二個 解決你政權的這個 基本問題 我們什麼 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 人民民主專政 現在工人階級在哪 弱勢群體啊 沒有工人階級了 農民階級在哪 沒有啊 現在鼓勵是農場主了 農場主了 那你這是 你這社會主義 還叫社會主義嗎 所以說我們剛才 好多同志都談到 將來要給文革平反的問題 給這個 所謂四人幫平反的問題 這不是個平反 因為他本身呢 他不是說我們搞的冤假錯案 他不是這樣 他是瘋狂的反撲 實施政變 熱約政變 把吳辰義專政給推翻了 重新打倒了之後 打碎再重來 那時候是我們重新 奪回政權的問題 不是一個平反的問題 不是平反的問題 在這個角度上呢 我們要如果是說 能夠考慮一下 我就想了 認識江青啊 認識主席啊 我們就多一些試點 那江青同志 這毫無疑問 大家談的很多了 江青同志 首先作為一個女人 剛才呢 那位這個小伙子 稱之為這個國母 這種呢 我們儘量還是少稱呼 這樣呢 不利於我們整個江青同志的形象 首先她是一位偉大的東方女性 是傑出的婦女運動的代表者 代表者 東方這個婦女運動的代表者 在這兒 美國很承認呢 那八十年 那個九十年代末期的時間 在百老會上演一出大型的歌劇 江青嘛是不是 江青同志 美國是很那個什麼了 你在婦女解放運動中 你亞洲這邊有班达拉艾克夫人 是不是 有鷹甘地 有鷹甘地 這有好多嘛 是不是 有馬克思那個 伊爾梅達 伊爾梅達 那邊有什麼 梅厄夫人 有什麼一些 中國為什麼就不能有一個江青呢 這好多人根深蒂固的時候 文化裡邊講啊 他瞧不起婦女的 認為 目擊事成這傢伙這這這這不得了啊 這不得了啊 你一個江青來來來來主持這事 眼看說呢 他傳說要主席屬於他來當黨的主席 有那個什麼 他不能夠接受 這一點呢 並不是說光鄧小平他們就能推動了 還有老百姓中間的 我們文化俗性的略人存在 如果這些東西要 這很廣了 很廣了 是不是 所以說我們這個文化革命 這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來解決我們民族性的問題 第二個鄧小平呢 就利用了我們江青 我們文化中間就是主席 他這個周期立要反對的腐敗問題 實際他成功的利用了腐敗 來統治中國 應該說腐敗 不是說那個什麼 是他借用中國文化中間腐敗基因 成功推行啊 治國方略 這個時間是什麼時候最清楚了 最看最清楚了 我那時候說了 這次差點 差點修理我 這個 從這個教育 教育改革 大學校門推翻 這他從六四 任何一個民族國家 大學校園 說都是最有生氣 思想最解放 最有叛逆精神 批判精神 和創新精神的地方 結果六四 學生 帶頭 鬧起來 差點 風聲鶴唳的 最後不得不出了 開槍 鼓鼓一致 那麼首先 這時候打開小門 教育制度改革 以前說 學校規定這個不準 那不準 好家伙 定期給你發避印套 男女他媽宿舍 他媽的 可以互相竄 男生夜的 在女生宿舍的 留宿 在校園的經商 鼓一致 成功的把大學生 瓦解了 腐敗了 現在你再到各個大校大學的校園 你看 很很多大學 實際上是一座一座的大眼鋼 一座一座的大眼鋼 尤其是教師 為人師表 利用出了對毛主席 這個批師道尊嚴的不滿情緒 一下又把教師推向另一個極端 現在教師 什麼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啊 教師還叫教師嗎 真是 我們這個教委制度在這兒 小型推行的 第二個企業改革 企業改革那是一箭雙雕了 一個是罷有過有資產 往外搬 首先你設計得很清楚啊 設計很清楚就是 你做官 掌握權 你經商 把權力變成錢 你出國 在外邊一條龍子往外搬 這搬這是個什麼概念呢 咱現在不太清楚 據說吧 老國賣國債 拿回扣啊 有什麼的這些 國人企業往外搬吧 這裏都包括各的企業家 往外搬吧 他們這些東西 好多東西啊 因為我在提改委 好多事情參與了 感覺到好多事情 像深圳的什麼 實際上都是一種做局 都是一種做局 深圳做完局 海南做局 北海做局 一旦的時候那個什麼 你有些東西 很清楚 你比如說 要挽救一次股票 要想炒股票 很簡單啊 在當時 大丘莊余作民 垃圾 垃圾 大丘莊余作民垃圾 我們巴大大 收購下來 收購下來 一兩分錢一股了 你一轉眼說了 那說了 上百塊 那就出去了 像這樣局很好做 實際上 開發海南 開發浦東 實際上 事先他們知道 把地圈一圈什麼 都這樣都賣掉了 你像現在我們GDP那麼高 怎麼增長呢 有好多 我都是 有些事情搞調研的 在那個 98年的時間 在那個東四那兒 一個澳門的議員 搞了一座大樓 這個大樓 投資了三十億吧 買那塊地皮的 花了九億多 他當時請了北京一些人 去捧場吧 每個人捧場的人 還都給了一個禮物 這個非常大不起 對不起大家 我問到調查 我也去了 禮物我也拿走了 然後但是呢 我就要把這個情況 了解清楚 我就在那一塊 埋地皮用那個什麼了 這個事情了解 到最後了 埋地皮是什麼 是毛主席在當時 為了結道上的 這個待業的青年 和老頭老太太 什麼的好多了 什麼 在這個小街附近 辦了一個小印刷廠 小印刷廠 這小印刷廠呢 連設備帶地皮了 在當時的登記資產呢 是五百萬 五百萬 後來他們就把這個街上 把人撵走了 公共就買斷了 小印刷廠 賣了九億多地皮 賣了這家 我們產生就這樣起了 他就九億多 九億多 和好多事情 我們不了解 了解的是我說的 非常嚇人的 非常嚇人的 你要說像這樣的這個 在提改委這邊呢 那時候過去有一項活動 好像很風光的 每年平幾位 優秀企業家 改革家 一共平了九屆十屆 哇 幾十個人 最後統計統計 幾十個優秀企業家中間 優秀企業家中啊 只有一個張失望 垮台了 劉柏街頭了 還有一個那個盧灌球 也也不怎麼樣 算垮了 剩下了 基本上捲款外桃 關監獄 都是這樣 沒有一個好東西 沒有一個好東西 從第一個我們宣傳了 武漢那個改革家 請楊参長那個 現在就在澳大利亞的嘛 你一點一點算 所以改委也沒有一個好東西 這個還不能完全這樣說 還不能 就是這樣子的 還不能那樣說 因爲什麼好多東西 因為現在提改委 在左派中間 我告訴你 很起作用的 提改委 你想當時 那個 任何地方 趙紫陽 趙紫陽很信任 王小強上哪兒都帶著 王小強從美國回來之後 現在組織那個大豐網 大豐出版社 出那個餐後上 那是左派很集中的地方 那搞得非常那個什麼 這個他不一樣 人和人都不一樣 再一個了 那在當時情況下 我們幾乎是舉國 你比如說我給你講一條 你想 咱們討論車的遠一點 你想薄熙來的問題 薄熙來的問題 現在審判他 有經濟問題 有經濟問題 有那個什麼 幹部子弟 不管是我們左派的 右派的 你審一審 沒有經濟問題 有幾個 實際上 經過毛澤東時代的教育 過人時候那時間呢 我們是這個激情這個燃燒的歲月 但是啊 有好多了 類似宗教改革中的清教徒 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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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輕人呢 他對那個不習慣 對文革也有逆犯 鄧小平一下把這個 潘多拉盒子打開了 花花事件 好家伙 往裡說什麼都有 牛仔褲蛤蟆鏡 什麼都來了 大夥都呢 幾乎一開始 百分之百的幹部自己 全都捲進去了 全都捲進去了 你想薄熙來 吃喝玩了 少了 少不了 但是非爺在哪兒了 發現 把國有之蠶 轉變成個人之蠶 一條龍路往國外搬的時候 要挖共產黨的祖墳 一部分幹部自隊 想薄熙來 就不幹了 要堅決 要維護黨的生存 黨的尊嚴 這時候呢 就形成了他這個 他這種作風 唱紅啊 什麼 反腐啊 是不是 這就是 這是非爺 實際上好多 都不是鐵板一塊 我們左派何嘗不是這樣啊 啊 左派何嘗不是這樣 在這點上我就說 江青同志 我們要客觀評價他 那個 那次紀念這個林彪 誕辰一百週年的時候 我就認為說 黃烏李秋加的 我非常理性 一方面紀念 這個林彪啊 這個 認為這都是原案大伙的 再一個了 很那個什麼 就是說 林彪問題需要 平反 但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 怎麼樣在將來 我們在不商機主席 微信的前提下 給林彪一個公正的評價 我認為這非常那個什麼 哎 哎 這現在是這樣 就說了我們如果要全面培養 那就非常客觀 公正 如果現在我們還是像 口號似的 江青同志最偉大 偉大的起手 用那個什麼的 毛主席最好的學生 用那個什麼 人家不樂於聽 你不容易被接受 不容易 一條一條的 一條一條 你再就一條一條的 對著樣板戲 文化革命起手 啊 江青首先 我們戲劇改革的過程 毛主席說 這個 五臺都被帝王將相 才是假日佔領了 是不是 江青說 你們吃著農民種的糧食 穿著工人的衣服 不去表演他們 你們藝術家的良心何在 像這些東西我們來看 文化大革命 在八出樣板戲 哪一個說說 不是精品 從音樂 物美 劇本 各方面 那你現在 它就是一個高峰 就是一個高峰 而且呢 不男不女的說 小生取消了 現在李玉剛 他們這幫人妖 都有出現了 嗯 就是 你只要叫人看著難受啊 江青他就不喜歡這個 而且江青 他很懂戲 很懂藝術 很懂藝術 他本身就是 但是 他在於他太懂藝術了 太懂藝術了 他本身呢 藝術家的氣質很重 藝術家的氣質 所以說 他作為一個政治家 尤其作為毛主席 寄予厚望 來堅持 無殘基地專政條件 繼續革命的政治家 怎樣團結 廣泛統一戰線 貫穿毛主席革命路線 恐怕 又表現得比較笨著 比較笨著 這裡頭有幾個大的節點 林彪時間是一個 周總流問題是一個 周總流問題是一個 這裡頭有好幾個 這種 尤其是 在華國鋒時期 當然華國鋒 不是什麼好東西 不是什麼 但這點不說明一點 我們主席 看人家有看錯的時間呢 也有看錯的時間 所以說不要 說我們 什麼都是罪 罪罪罪罪罪 你要是說客觀來評價的 你比如說 在這點上 我覺得資本主 你像那個 拉斯摩爾三 那個 美國那個 五個開國 開國的領袖 那塑像 實際上他都是活勝的人 他的缺點 優點 包括那個 華盛頓 當時還去 續揚那個黑奴 什麼 他都那個什麼 但是一點不影響他的 形象 不影響的是 不影響的形象 我認為我們這個宣傳 我們將來 這邊還牽涉了 我們將來 左派的一個整合問題 整合問題 我認為這首先大家的首先就是 一個客觀的公正的 合理的 對江青同志的評價 對江青的評價 首先呢我們大夥都是 一子對江青的審判 那是反革命政變的結果 我們堅決不承認 這不是什麼平凡的問題 不是什麼平凡的問題 江青作為一個女性 是偉大東方女性 作為一個文化革命的棋手 打字誤會 是婦女解放運動的結束代表 結束代表 是忠誠的 毛主席的好戰士 好學生好戰士 是一個堅定的 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者 毛東思想的什麼 但是說說 也是 不十分成熟的政治家 不十分成熟的政治家 實際我們這個 說到江青同志 在九大的時間 那時候 那時候主席和林彪的裂痕 已經隱約可見 隱約可見 就是無殘階司令部的筆杆子和槍板 槍杆子的問題沒有協調好 在這一點上 對毛主席的無殘階級革命路線 打擊是毀滅性的 毀滅性的 也可以說從九大開始 就決定了文化大革命 不可避免走向失敗 以後呢都是小插曲了 都是小插曲了 因為毛主席他面對的 不光是之前一些司令部 不光是黨內一批老幹部基礎情侶 他更面對著五千年傳統文化 巨大慣性 形成這種理智力量 感受到要耐心 要耐心 本身這裏邊的悲劇的色彩就非常重 就非常重 在這點上 我說江青同志百年膽神之際 感謝休斯克 能夠舉辦這麼一次會議 我能有機會聽了這麼多 各界賢達的這種發言 對我也很有啟發 我呢就說了 時間也不大 我就提幾點了 大家呢共同了 我認為首先呢 我們這一點呢 我們要全然 怎麼樣繼承毛主席的一致 繼承江青同志的一致 繼承江青同志的一致 現在改造中國文化 和當前我們的國學 打唱國學 打唱這個傳統文化 新的腐敗之風 我們這個首先要抵制 首先抵制 什麼叫國學 我參加好多研討會 包括一流的那時候 中世紀的 也是說了 瞎不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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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學 我們中華民族說起來 什麼都是優秀的 什麼都是優秀的 當然我們承認是優秀的 如果不優秀 我們不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 有文字記載 從古到今 歷史的 這麼一個文明 延續至今的 有四大文明 古國都是花 花雕賣斷了 都已經斷了 都不是他們本來的人了 是不是 只有我們延續至今 但是 如果我們 仍然是最優秀的 那雅開戰爭一來 我們旅戰旅拜 說明什麼 說明什麼 在這一點 好的東西 我們就承認 你想河南 這裡都有很多河南人 河南以前 就是中國的代表 我和美國人 在討論的時間 在美國講學的時間 跟他們辯論一個 說你們中國 說我們美利堅是擴張來的 你中國以前不就 河南中原那一帶嗎 你後來這麼大 怎麼得來了 我就告訴我 我說非常慚愧 在由我們中國 國民中原來學生 中國之所以變成這麼大 每一次擴大國土 都是受侵略的結果 幾乎沒有過我們主動的 向完擴張破裕 每一次都是 你河南為中心的部分 被人家征服了 征服著 你從這個三代 三代最後一樣 鄒朝 鄒嘛 夏昌良在中原位做 鄒 那鄒當時是蜀國嘛 實際上是征服了中原 並過來了 並過來之後 秦這都是這樣 我說說 所以在我們是 我們這個文化裡頭 惰性的東西 再一個 腐敗今天 江青同志他們都 江青有一點是非常 後來看了好多文章 接著這個 也都很客觀的 江青當時有病 張村強從上海給他帶藥 問起來說的 藥費的價格不對什麼 他都把他多一個部分 又給你藥廠又寄回去啊 這是非常認真的 非常認真的 在這樣非常乾淨 非常聯繫 而我們今天的腐敗的 由鄧小平啊 來推了潘多拉盒子 打開了之後 今天的腐敗了 我說一句話 可能不太對 不是官員的腐敗 也不是共產黨的腐敗 是什麼 是民族性的全民腐敗 是腐敗的 說的更想談 不腐敗的反對的 不是腐敗本身 而是恨自己的嗎 沒有腐敗機會 沒有腐敗機會 沒有腐敗 沒有腐敗機會 我 我在這點上 說題外話也 也做過一點小實驗 自己搞單位的時間 在做過一點小實驗 實驗的結果很害怕 那都是非常好的 統治 我下面幾位處長 後來了他們都說 你看人家都精撐了 都搞活了 咱們那麼充巴巴了 你也想辦法 好 最後和國外聯繫 可能什麼 搞幾個公司 幾個處長 派到國外去當公司的 到海南去的 到海南呢 還在河南 我還買了個 鄭州海鮮大世界 那當時我都把它買下來了 都那個什麼了 弄了好幾波 弄了好幾波 到處借錢什麼 借了兩三千萬 搞起來 就這幾個處長 出去了 派誰去到公司 沒有不貪的 沒有不貪的 沒有不貪 到最後這兩千多萬 全部打水泡 打水泡 在這個中間 那說那你這傢伙沒有抓住 這點對不起 我是拿這個來做實驗 他們這 我連沾都不沾 你海鮮大世界 幾次我到河南 叫我在里面吃頓飯 我都不在那吃 用手 我怕那個什麼 到最後呢 在上面 一個領導同志還很寬容 最後查這個問題 就說 怎麼又上當了 你也不是第一次了 你接著來吧 這不是落一個笨蛋嗎 就是 一個笨蛋 所以說在今天的我任務上 我們紀念江青同志 誕辰 我們重新平行過文化大革命 在這個就說了 文化大革命的本源 我們為什麼叫文化革命 怎麼樣把毛主席 發動了無財經文化大革命 繼續推行下去 需要我們很好來思考 在這個過程中間 怎麼樣打破我們中國人文人相親 這種略根性 來形成左派之間的聯合 這你這知道要逼我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說 陳的各種戰鬥隊 實際上是毛主席引進多黨制的一次實驗 就看看怎麼樣 那傢伙你看 用羅布克克張也是那個什麼 誰跟誰也合作不到一塊去 合作不到一塊去 這點國民改造文化改造 在這點同時進行 非常鮮明 接這個江青同志誕辰一百週年 謝謝邱石科提供了什麼 我提點意見 鼓大家下課 謝謝啊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